即时新闻综合报道,世界各国城市的居民中哪个城市压力最大? 英国干系公司Zoipat近日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2017年全球压力最小及最大城市排行榜 2017 Globalist and Most Stressful Cities Ranking 名次越高的城市压力也越大 150个国家中台北排行第61名 而菲律宾的马尼拉141名 Manila、伊拉克的巴格达、Baghdad则为150名 根据Zoipat公布的压力排行排名的评比项目包括失业率、人均负债、交通拥策、公共运输、安全观感、人口密度、空气污染、家庭购买力、精神健康、生理健康等17个影响个人压力的因素 其中的压力的分数亦为最小压力实则为最大压力 评比中饱受战乱所苦的阿富汗首都卡布尔、卡布尔与伊拉克的巴格达分别在倒数2名的位置 而菲律宾的马尼拉是东亚表现最差的国家 压力总评分高达8 92 排名第141 马尼拉在人口密度与安全观感上取得相当差的9 76 交通拥塞项目则取得8 79 家庭购买力也只有9 4分 但噪音污染和光害却表现得不错 分别为2 9分和1 42分 而台北在安全观感与公共运输上表现相当不错 评分分别为1 97 与1 06 但在金融社会保障表现最差压力评分为9 46 台北的压力总评分为4 65 胜过第66位的大阪 第72位的东京 第74位的香港 和第129位的首尔 此外 压力最小的前10名国家军集中在欧洲 德国更在评比的前10名中拿下4个名次 德国的斯图加特 Stuttgart 排名第一 是全球压力最小的城市 卢森堡 Luxemburg 第二名 德国的汉诺威 Hannover 则排名第三 即便ZiPad官方网站并未详细说明资料取得来源 调查如何进行和针对多少样版进行调查 只说明了评分机制 但2017年全球压力最小及最大城市排行榜 排名人值得各国签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